剛才講的 那麼這個函數呢 我們上次這樣寫的 有婚禮變數 然後可以寫成一個對上角的函數 分拐角的函數 然後拐角的函數我們就知道了 這是我們上次上次寫的 我們解出來 這是拐角的函數 我們在解的時候 這是怎麼來 來 繼續的 這是唯一畫來 這樣好 那我現在可以用寫 我們現在直接寫成 我們把這個系數把它放在這裡 有沒有問題 現在誰就把這個系數把它包含在這裡頭出來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直接這樣寫 直接寫這個答案 你們知道我講意思嗎 我們把這個系數把它包含到這個函數 那我們就直接寫成要不再寫這個系數 這是已知的 我們知道M是什麼 M是什麼 M是什麼 M是整數 M是整數 然後最大的 最小的 是不一樣 我先來訪問 這包包在底下叫寫水 我們下一步 我們下一步叫解減寫水 這是已知的 然後M是整數 然後這裡 這是 我們來解減寫 那我們要解減寫 我們要解減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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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誤式來解減寫 然後把這部背部把它帶進去 把這M M plus 對不對 把它看成是L 因為是在這裡 那是L 對不對 把他掛起來 所以針對是L 然後把這L L plus 9個一定我回的算 我把它帶進來 所以我們就得到 要知道有什麼來的 這有的連線是M 連線是M 這算我們在前面已經倒過了 我們在前面已經倒過了 再步行一下 這要等於因子 在這邊 這等於因子 所以這個 那麼看 這是 就對這個有關的 這個算不 這是DTA角 所以最用到正函是哪一個 是正函 然後把這個最用到他 我們得到什麼解 得到也要正解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十 對不對 就是說 這個最用到這個函數 對這個違反 只說違反 連線跑去I-R出來 所以I-R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實在重新整理 我們就得到 因為這個違反 這個跟拍無關 這是對DTA的違反 這是DTA教的 我們把這個函數把它寫到前面去 這個 這是I-R 這是I-R 所以這個比2加1 對不對 剩下後面這個函數 那這個我們可以 連線是函 都是天圍分 天圍分 真的有好幾個變量 你看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變量 所以我們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D 變成圍分 那這靠什麼 什麼呢 後面這個 這個要等於B 對不對 這個要等於B 對不對 在這邊 然後再檢測後面這一項 然後我們把這個等號 我們把這個等號 我們把這個等號 搬到這邊來 這一項搬到右邊 所以我就等號 誰在這邊 然後這個函數 我們可以把這個 把它儲到底下去 等那個 好 我們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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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 這邊 右邊變成什麼 右邊變成D的肉 那這邊呢 變成什麼 這邊變成什麼 D肉 好 好 我就直接寫了 OK 這次等你 對不對 好 最不能自己 自己把它燒下去 我看出什麼線條出來 看出什麼特性出來 我把這兒兒成進去 變成什麼 牛肉 那個最輸的 同事 鵝 鵝 鵝 變成什麼 鵝 鵝 鵝 好 所以我們最後得到這個結論 好 得到這個結論 就是答案 然後再加上一個計數 好 你都覺得我在前面 應該只能當一個計數 我再重新寫一下 好 好 所以這是我們最後的答案 那我們在這C字之後得到 那你答你給我 我們的解在這邊嗎 對不對 那個C字之後得到 對 揮一畫 揮一畫 揮一畫就是可以把這C字拼出來 所以我們基本上我們已經得到 怎麼樣 得到 M plus 也就是最大的這M的怎麼樣 的函數 然後我再提醒一下 我們得到這個答案 有沒有解回答 有沒有解學的根據會選 沒有啊 我們直接從 我們怎麼得到這個答案呢 你再複習一下 我們怎樣得到這個結論呢 包括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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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怎麼得到這個結論呢 我一直在跟你相交 我們從哪個做出外面 好 我上次上傳就跟你跟你講 我們從哪裡得到這個結論呢 好 好 我一直在跟你們強調的網標 commitation relation 有沒有啊 一直在跟你們強調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都從 只有這三個式子而已 這樣會嗎 我們從這三個式就得到那些結論 跟解決運動一樣 解決運動怎麼來的呢 解決運動怎麼來的呢 解決運動我們最基本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也可以得到 能量跟怎樣 能量都破完事外 記得 我們不用解決跟隨也會選 好 記得吧 真的一樣 我們沒有解決跟隨也會選 我們沒有解決跟隨也會選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怎麼樣 攪動量的量子的話 我們就得到攪動量子嘛 好 這樣清楚 所以 我一直在更強調的 commitation relation 的他的意義不容易在這裡 那從 那我這邊只得到一個 得到最大的 那怎麼樣得到其他的 啊 對 你做最大的 一直往下降 就可以降成什麼樣 你就得到收入 所以我們就要得到 能量得到L L這幾個 怎樣得到這樣 對 我們用肉的我肥的 好 那最後到最高 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到這 從這 從這硬算 好 可以得到這樣 那再下一個呢 解2-2呢 我們再最後一次 就是 我們一起做一下做 我們就可以得到 數學上的細節 我就不用 我就不講了啦 因為我們 那種的時間 那種限 我發現 我不會 我們還剩下多少時間 還剩下多少時間 你還剩一個多細細而已 所以我沒有直播視頻下 這樣會的話 就決定 那我把最後那個 我把最後那個 我把最後那個 把最後那個 把最後答案 把分意外以外 我把它寫下來 其實這些函數 這幾個函數 這幾個函數 對不起 這幾個函數 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什麼 就是 associate 別人的 方式 這是特殊函數 然後我們可以 因為我們會談到很多 特殊函數 我再跟你們講 所以我們最後結果 可以寫成 可以寫成這樣子 最後我們可以寫成這樣子 那他名稱叫什麼 叫蘇伊巴默默 就是說這個函數 有個名稱 叫做求學函數 這總體 叫求學函數 然後這個叫做怎樣 我搜尋了一間 得方式 這個還不太跟到 你說什麼樣 有啊 就是這樣 他全然很明顯 什麼 好 我等一下 我先把你看 這是一個 對你分數 那就是 然後這組函數 最近的 L等零等零等零 然後 這些函數你們縮上的 你們縮上的 你們縮上的 一百七十 一百二十七頁 你們縮上的 你們縮上的 縮上一百到十七頁 有幾個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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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等零等零 也很等零 你們翻到哪 一百到十七 有沒有 六上角到六 從 那L到三 L到什麼 就是L到三 到三 對 牛到三 牛到三 有 在我們物理上 這是非常重要的 函數說明 你們不用背起來 你們不用背起來 但是它的特性 你們要知道 等一下我給你介紹 這些函數 它有很多重要特性 跟我們很多物理觀念 都有關係 然後在 在這 我提醒你一下 就是說 這個函數 不是只有唯一 這樣寫的 要背中其他定義的 這 YLS 你們要記住 當你碰到 YLS 這個函數的時候 你要記得 它有好幾種定義方式 有好幾種定義方式 因為不是這樣定義的 所以當你們看到這種函數的時候 你要注意它是根據什麼定義的 所以當你們看到這種函數的時候 你們數上所用 你們 你說這個定義 你們數上所用這個定義 比較通用 大多數的科學家都用這個定義 但也有少數意外的 所以當你看到這種函數的時候 你要注意它是根據什麼定義的 那就是 另外有一個 除了這個以外 不得是這樣定義的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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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些很重要的特性 好了 我把它寫下 ippersへ 第一個 D directly 這邊就好 這組函數或者完全集電 一樣 好 判复 解什麼 什麼意義 我覺得 這個是 就是正义函数 正义函数 正义函数 正义函数的函数 都会什么 展开成函数的形状 就是AM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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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時候我寫了A,然後給了我A,對 怎樣? 可以這樣講,不過我不是要特別強調這個場所 我們現在這個不理意 你們知道破完數的絕對比嗎?是手E 電子回到的距離 例如說L等E 我們用E,L等E M等固E Y E固E 這裡數上的120頁有這種暗數 以後我們講青年者會學得好 破完是這樣的 這電子的破完數 這是球頭標板 這是近鏡的 這是角度 所以它是近鏡的函數和角度函數 所以這是一個電子的P回到 P沒有等一 以後我會想一想 那我現在是要告訴你 因為我們現在談到那個特性 以後我們就要用這個觀念 所以這絕對是平方電 所以這絕對是平方電 R的平方 對不對? 然後Y的1負1 對不對? 那這時候1呢 就是說 發現這個電子 這個電子怎麼樣? 發現這個電子的破完率 其實覺得這個電子的破裂 對 要接著嗎? 對 所以這是對 L等1 M等不1的 我們還有1的 還有什麼? L等1 M等多少? 等0的 還有L等1 M等正1的 我們有設3個 L等1有設3個 那再控制一次 我們把這3個全部加起來 因為前面這很一樣的 前面這都一樣 所以這等於是這樣提出來 然後3個塊 又怎樣? 加起來 所以這是什麼意義? 所以這個總編告訴我 什麼意義? 對 就是說 你把電子的批軌道 那3個軌道 那破完率全部加起來 也就是說 如果這3個軌道 都佔了電子的話 對 如果這3個軌道 都轉了電子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這電子 後來全部電子 後來全部加起來 再聽說嗎? 好 那前面一個R R跟我們一樣的 說提出去 對 你角度不合 那R是你要角度不合 對 那正結論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 三個軌道都怎麼樣 都天籃 對 有一個 不是L等的1 電子有3個嗎? 負1、0、1嗎? 這3個軌道全部配滿 這樣的話 電子的密度就 你就留下來 這電子的密度 就變成這樣 你看這裡有沒有做什麼? 這常數啊 跟角度的沒關係 對啊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這跟角度無關啊 對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當你把一個原子 一個原子的軌道 如果 例如說 如果P軌道 全部配滿以後 它的電子密度跟角度有沒有關係 沒有 那叫什麼? 叫求命對生 那就是這樣 所以看了很重要的物理 就是說 一個原子的軌道 如果對於某一個聯絡 它的軌道全部配滿以後 它的球 它的恰 就是恰的 電口風不一變什麼? 這種求命對稱的 就跟角度無關啊 所以你們看 一個原子的核心 是什麼樣的形狀? 就是求狀 這三個方向 加起來就沒有方向 加起來就沒有方向 對 你把 你把它取絕對的平方 三個加起來就沒有養 你知道嗎? 就變成求狀 明白嗎? 對 以後我們都會看到 特別的大 對 這邊是 以後我們會 你那個雅銀狀是用 直角座標的 以後我們會 我會告訴你 只能把這個球座標 換成直角座標 只能把Y尾 換成是SYD的 那以後 他會親人走 我們會再見你 其實你們的CD 我記得你們前面張 你們CD有一點這樣 但是我把它放在後 我沒有吃這個CD 因為以後我還會再講 這樣聽怎麼樣 所以這個東西 有一個很重要的物理 那這問題就是剛剛跟你講 如果就是一個 一個原子裡頭 如果他的鐵道 對我們特別的鐵道 都填滿的話 他就沒有求狀 是不是 個別的話沒有 但加起來 會求狀 求狀 所以我們說原子的核心 都是求狀 都是求狀 就這樣 這樣清楚嗎 對 好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腳步 腳步部分的波函數 已經得到了 對 那底下我們就要進入到 洞瓶雜的星星了 我們就要變成是 我們就要三度空間 三度空間的 修身類虛弦 以我們以前講的是什麼 這是一度空間 到目前為止 以前我們講都是一度空間 對 那我們就要 因為我們知道三度空間的 修身類虛弦 我們才可以解釋 清理虛弦 對 這樣這樣清楚嗎 OK 好 那底下會 再講三度空間的 修身類虛弦 我們再重新 一度空間 我們已經講過了 一度空間 對不對 好 這是一度空間 對 對 是電池的怎樣 表現給我們 前面這項是洞瓶 這樣才會有部分 對 這是一度空間 那三度空間 我們就把你移到這裡 對 這是三度空間 還記得你這個 這可以寫什麼 這可以寫什麼 我想這句符號 你們應該都會了 你們應該寫過這個符號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有這個 這樣算 這等於是會 電子學 電子學 電子學都學過這種 你要學打關 學飛行 他就要這種 對 因為我們這 對 你在講平衛 因為我已經算 這可以 這不是沒講平衡 對 對 這邊只有一個變量 有解一就可以了 二十有的變量 這邊有三個變量 所以一定要變得分 那你們如果查數學所冊 你們查數學所冊的話 Let's play 就是直角座標 可以換你球座標 那球座標是這樣換的 他的怎樣從直角座標 換你球座標 就是上座跟你交你那個 只是說比較麻煩的 這是那個 打直角座標的 那個打巴西虧的 換你這個 那這很多 那個物理很多物理手冊 你都可以查得到 你知道這怎麼來的 你看這個 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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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 歐陽這個回合,歐陽這個回合,我們把他算完带進去就知道 所以把特別算入 這個歐陽這個回合的,然後這是歐陽這個回合 把它的成葉 然後這是歐陽這個回合,歐陽這個回合 那我把他整理下來 你們先把他朝下來 這些當然你們可以自己做 你們可以自己算大 那不要麻煩了 你們自己要給你揮護兩次 那最後結果誰給你看 你在這一步 從這一步到這一步 就是說這個式子 sine平方分之一是什麼 我把它寫在這邊 答 我寫可以 對對對 就是等於是一加上 你在做這個會得到這式子 你把這個重點整理對 會得到這 然後這個就是 sine平方之一 你們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的話 你有沒有看出什麼 sine平方 看我中間的鐵板就這邊 對啊 這掛我就是哪一項 就是後面這一塊 所以這一項等於什麼 這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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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變成什麼 負的 R01 x bar 行方 所以後面這一項 這個 R01 x bar 平方分之 有行嗎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就是說 你充滿 現在就是三度空間的 就老巴是 我回的 三度空間的 我們都求說 不要表出來 是一個前面的 鏡像的部分 然後加上怎麼樣 加上一個 R01 部分 我們在這個算法 這是R01 的算法 跟R 我們不關心 我們在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我把誰來責任好 R 跟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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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是什麼 只是 Data 只是角度的什麼 角度的偏微分 那 記住 角度量的算法 只跟什麼樣 只跟角度的偏微分有關 跟R 無分 知道沒有嗎 這是很重要的分析 你從這次 你從這次看出來 它們重要R分 所以 角度量的算法 只跟角度有關 跟R 沒有關係 這樣會嗎 好 所以 從這邊 就很明顯 告訴我們說 三度空間的擋板 所回的 它是 它是可以分成鏡像部分 跟怎麼樣 鏡像部分 跟角度部分 兩個是分開的 所以 因為這個特性 你的擴函數 又怎麼樣 擴函數就很特別 可以顯成簡單 鏡像部分成像角度部分 剛剛還有這個 我們要看這個 然後 底下我們看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 我們的擴函數變得很簡單 變成一個鏡像部分成像 怎樣 成像究極還數 好 所以我現在就把那個結困 把他打發去 我把那個結困 我把他帶進去 然後我把那個 這個寫下來 所以還沒充電 這樣 會見到 這個